影任达华来台谈《黄秋生打脸成龙》。 任达华来台解读《黄秋生打脸成龙》中国电影论。 《黄秋生打脸成龙》,《黄秋生打脸成龙》。 不过才落幕的香港金像奖,却因为黄秋生的一番言辞引起不小风波,尤其是打脸成龙的中国电影论部分。 对此,昨晚全程参加颁奖典礼的任达华,也有自己的感受。 他表示,每个人都有他讲话的自由,所以没有什么解读不解读。 不过,电影必须是大世界的电影。 美国有美国的电影,台湾有台湾的电影,香港有香港的电影,墨西哥有墨西哥的电影,伊朗有伊朗的电影。 只要是好的电影,不能把它归类成什么电影。 而且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,自己的东西,所以希望每个地方都能够有自己拍出来的好电影给大家看,因为电影可以保留每个年代文化,这是很重要的。 不过任达华也提到,香港电影目前的却成本减少,但就算成本低,还是可以拍出好看的电影。 此外,任达华和名模奇奇的13岁女儿Eller,因为长得漂亮又有双长腿,被拱当年轻,对此,任达华表示会尊重女儿的选择,但还是希望她能先把课业顾好。